以動物保育為主題的畫作 張張呈現出動物對於環境遭受破壞的悲傷 藉由作品發人省思 台北市政府一樓中庭展開為期兩週的 台蟻比友耳梢畫展 可以一窺台灣和以色列小朋友 對於環境保護的看法和理念 在全球化的時代 國際教育是我們台北市教育的重要政策 事實上從2016年我們台北市就開始規劃了 國中小學生跟國際的比友的一個計畫 希望學生透過這個書信或者是網路的交往 和國際間相仿 年紀相仿的學生交流 那麼今年度的國際比友計畫 主題就是動物保育 我們希望說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間 讓這些學生互相的去感染 特別是今天的畫展選在4月24號 這是世界地球日 在這個世界地球日來談動物保育 特別有這個時代的意義 台北市長柯文哲2019年率團訪問以色列 搭起橋樑 開啟合作國際比友交流計畫 雙方各有30所學校進行此項計畫 透過畫展舉辦 雙方獲得不同文化的刺激 提升學生的國際視野 未來也將透過多元方式持續交流 記者溫君 台北報導 大國洲葉融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